為了防範非法甚至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我們必須要加強關注下一代的國家觀念 價值觀和公民的責任心 作為教育質素的倡導者和把關人 特區政府更加是責無旁貸 需要及時檢視和改善政策措施 對證下藥 為香港的教育正本清源 教師是學生的皆無 必須對於憲法、基本法、一國兩制 國家安全和法治精神等的概念 有正確的理解 認識國家最新的發展 才能夠啟敵學生 幫助他們正確認識香港的建制地位 培養他們對於基本法 和一國兩制的正面態度 幫助他們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守規、守法、貢獻社會和國家 由2022、23學年開始 我們要求所有公營學校新聘任的教師 必須在基本法測試取得合格的成績 才可以獲考慮聘用 就此 教育局在今年1月和5月 舉辦了兩場基本法的測試 有超過11,000名打算入職 或者轉校的教師參加 會,居調請 Ads 12月21克 續航龍 自行形戰鬥